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发达,观念的更新,而有巨大的改变,生活中的种种都受到影响,但在多变的外貌下,总还有着亘古不变的真理,禅宗佛法亦附如是。 此次禅期,由堪称现代维摩节的南淮锦先生主持,定名为《生命科学与禅修实践研究》,他以新时代的风格,不分教派,应激而说,深入浅出,见地精辟,生动活泼,引人入山。 令人浑然忘我,不知时光流逝。 有别于千百年来传统教化方式,呈现出禅宗佛法生活化的另一番新风貌。 坟 lados。 佛说的真点最重要。 枇。 是佛得弟子们 这些菩萨与正在门 根据佛法的修持的具足 有些人写得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到底还是菩萨们 是正在门的具足 不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 成口所讲的原具 所说佛第一主意是 依真对论 第二 依法对论 依佛法 佛真的所讲的佛法为标准 真正的说佛 所以我们归一佛归一法 以佛的 所说的 这个留下来的记录 那叫做正典 正典是我们后人真情他 实际上每一本附证都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对话的讨论及 还叫这个菩萨提出问题了 还叫那个弟子提出问题了 譬如大家都知道 金刚针是苏菩提正在 为主体出体的问题 这种对话的记录下来 后世叫做正典 那么这种正典就叫做佛法 说佛法 法字的意思 佛法这个法字的意思 包括什么呢 一切事 事实 一切礼仪 一切道理 一切事 一切礼 终活龙来 就叫做法 什么叫一切事呢 譬如我们修权 打着做功夫 这是一个事实 等于我们普通讲 中国话叫功夫 功夫就是一个事实 那不是理论能够讲的 比如两个腿能不能排得起来 那是一个事实 所以四个理论配合起来 这叫做法 这是复法的法 不是普通法律那个法 所以依复法 不依忍 老婆娘 故意捧我 什么善知识 老婆娘话也靠不住 你们不要听 我更不是善知识 她是客气话 不要因为人的关系 要真正以真理为依规 所以叫依法 不依人 第三 依两偶 你 不依不了你 只要复真里头还有差别 有些复真是不了你的真点 什么叫不了你 不吃底的 不咒证的 有些复真是咒证 所以要依了你 复得了 就复得了 不依不了你 有些小情的真点 甚至于后世还有围造的真点 靠不住了 但是 诸位听了以后 不要人为靠不住 看都不看 都要看 你看了 才知道 那个是不对的 所以比如 有些人讲 这是外道 我说你学过没有 没有 外道我怎么学它 那你怎么学它 它是外不外呢 你知道了 也知道 这个是外道 我们本师 释迦牟尼福 十九岁 皇帝不当 跑去做活上 出家了 他全个十二年 八九年 学的都是外道 因为他 争固外道的修持了 晓得一切 该非都不对了 不是进化 因此在那 菩提入下 自己武道的 这个正法 现在讲 一了你 不一不了你 送别代道 告诉大家 这个观念 第四句话 一字不一识 真正是福 学道 要靠高度的智慧 不是靠脑筋 或者读的书 强识与思想来的 其实大家都说服 都晓得 四大灾空 我想让说 你都中饿了 不要吃饭 看你空得了不 你就空不了 你说四大灾空吗 天冷了 不要穿衣服 不发冷 你做得到吗 做不到 所以都知道 四大灾空 这些 腐朽一听了 都会了 尤其大家 我常常说一个笑话 就为不要接惯 我常常告诉朋友 我最怕是学福的人 为什么 一来了以后 看到女后会讲 一脸的夫妻 一生都是夫妻 满口子孵化 就等什么意思 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就是把福的 那些道理拿来 做普通的常识用了 变成名词了 所以满口福的名词 那个真正的意义不中 所以真正的说服 要高度的智慧 福法是智慧的学问 不是一般的常识 也不是一般的思想 我们首先交代这个 讲老和尚刚才的客气话 我这番话的重点 希望大家对我 不要既望的太高 更不要重视我 我是个非常普通的人 只有一点 或者就让我那些老朋友 我请来的老朋友以外 给你们年载我多活了几年 给你们多出来一遍演吧 如此而已 一老卖老 只有这一点呢还可以 其他都不行的 那么我也跟你们做一样 四月二十岁就喜欢这个 一直摸到现在 现在你看我那个样子 头发也白了 人也老了 又说成 会写这本书那片人的 肚子饿了就去写书 没有饭吃 卖文章吃饭 讲到这里 之外不累啊 直接到了你们告诉我 这个 讲到我写书的 写给你们讲个故事啊 也是不是完全讲故事 我这个话有深意 看你们年轻的同事们 出家的那么多 我刚才坐在这里 感想很大 你看你们这里 三四百个青年人 都出家了 这个 能不能真正看中佛真 这句话很不礼貌 在中文讲的真话 这是一个问题 能不能真羞耻 但是到有一点心得 就是个问题 尤其是诸位出家了 谁好像不懂 我懂 因为我懂你们一样 从你也成没起来 我在五米山也闭关 我的老师兄呢 就为了八十几了 他是我的师兄啊 我闭关的时候 都是他交付我的 我要一顿花生米了 什么东西了 写个条 就是他 他都给我弄来的 他现在是四川的老修行 大家都知道 因为小郑偶到了这里 我们五十年不见面了 所以特别赶过来 讲到这里 为什么 就是说 年轻人的修行 就正确后要是正确 你们不要清晰 精静的一个求家人 是社会文化的领导人 我们都晓得 出家人 为众生种福田 这句话很可怕的 古人说 福门一厘米 大入十米山 精神不料到 皮帽戴脚山 我们出家了以后 什么都不管 四方不是来 有的吃 有的穿 那不是跟你玩的 要你苏醒啊 福门一口米 大入十米山 说吃了福家的话 精神不料到 来生是别扭别马 皮帽戴着还 我想说 诸位都听过了 为什么能那么正高呢 古人提出来正高 不是我 就是说 我们出了家 要自己修持成就 成就了干什么 都晓得 为众生做福田 怎么叫福田呢 你看我们的粮食 都从田地里头出来的 没有土地 就没有 稻穀 没有五穀杂粮 没有五穀杂粮 我们就活不下去 没有干什么 所以这个土地 这个田地 是要这样重要 所以一个 求家人 自己成就了 是给一切众生 一个好的一幕 聊天 良天 所以我们自己 求那家 本身 不要忘记了 要做到这个资格 那不收处 怎么行呢 做到了为众生的福田 再叫做 忍天的诗表 不大忍忠的 大师傅 还是天忠的大师傅 这样一个 出家重要的身份 我今天 向我老婆娘 我来了 看到老婆娘 带领大家 在收声打斗 我赶快 避开了 啪嗒 教你们 等到老婆娘 带领你们去 吃饭的时候 我坐在这里 一个一个 静静的观察 哎呀 我看到你们 这怎么得了 因为我们当年 我这个老师兄呢 把这等于我们做 因为我们当年 看法 好像你们这一代 比我们当年 还活泼得多 所有活泼 连规矩为你 都不懂 好像一点 恐惧的心理都没有 这等我们将来 慢慢讨论 因此啊 替你们担心 害怕 这怎么得了 所以 这句话就回来 至少要把 中国的古文要说好 把福建能够自己看得懂 为什么我讲古文就好 所有的福建都是唐宋 那个时候的翻译得多 汉朝开始到唐宋 宋朝以后 翻译的福建非常少 福建都是古文写的 现在叫做古文 当时也是百花文啊 因为世界走了 我们叫它古文 是当时的百花 现在人啊 把这个古文的福建都没有看懂 你就没有懂正确福发呢 这是个大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 常常告诉出家的朋友们 甚至出家的同学们 我说唐宋时代 每一个出家人 受皇帝 受朝廷的大臣 受社会的每个人攻证他 你看唐朝 宋朝 大家晓得那些老同学啊 都是你们的老同学啊 李白啊 杜甫啊 韩语啊 你们都知道的嘛 还有个苏东坪 苏东坡 这样说了啊 苏东坡啊 这些都是 你们都是老同学嘛 你看他们 所有这些人的文迹 包括历代的皇帝 没有一个和尚朋友 就他自己很耻辱 所以交了一个和尚朋友 等于现在这种 有个大哭手家 给你来个做朋友 很光荣一样 历代都是这次 现在呢 现在再回家看他 想我在香港 我家里登上 出家的同学来来 往往 喝 有人正告诉我 你家里少来 那些出家呢 有些正月不重来啊 我小的正月 看到你们都光了头啊 正月倒霉 会输钱的 早上起来看到 活上你过 这话 正体一定倒霉 有些呢就 这一下 你以为出口水 他就是说 破这个坏运气 你看出家的生活 那么高 给正体的社会 开了那么的 这个不能怪人 要怪自己本身 唐宋的时候 一个出家呢 你看 从南非朝开始 大家都晓得 老百姓 甚至宰相 这些部长 能见到皇帝 虽贵不口 可中国的古代的宪法 规定 出了家的 见到皇帝不贵的 这部长 我许 了不起了 那么尊重 他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告诉周围啊 因为唐宋时代 古代的教育啊 教育是 中国文字 没有精彩的口说 这时候 什么乐器把教育 这些东西都没有 当然 古代的口说 这时候宗教都包括人类啊 所以一个读书人 一定要学会 诗词过乎 成奇书画 写字嘛 四中题一定会 正巧立传 这时候这样本事都会了 诶 等到一个小子 那么唐宋时代呢 这些出家人啊 比正式状元的本事还大 你们的诗词辜负 成奇书画 正巧立传 我样样会 我的福法 你就不会 第一点 那个时候福征 不是现在哦 不能随便扭通的哦 只有宫廷 皇帝宫廷里头 才有啊 明节看不到的 很难得看到 这方福征啊 所以出来家的学问 你们普通人 这些博士 所思的本事 我都有 我这套 你们有 所以连皇帝 连这些大称名师 都要给出家人 高升 那张得高啊 现在呢 福征就迫戒 流通运行了 一个知识分子 去问好一点 又就是一个大学 我必须还叫 说是 博士的 拿来看福征 明明白白 谢谢 好 结果出家的呢 反正不肯都说了 普通的学位 说是 也没有 博士也没有 福征也不大看 换句话说 在家人的书问 会得 哭说 说宗教 乃至电脑 乃至乱七八糟的开车 要打牌呀 他们都会 你的步伐 他们也会 然后问到你呢 样样不会 你看 这两个对称一笔怎么办 所以我说 这个时代呀 举国不能够自己充实 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冷贴士 那至少连两条腿嘛 两条腿坐在那里 三天三夜不动 我在美国正常讲的 我说有一个中国和尚来 两头一排在百公门口 都打七天七夜 动都不动 百公里头都出来 拜拜你了 真的呀 有些美国人很好奇的 咦 你管我有道没有道 给老子有腿 好 刀也没有 腿也没有 舒适也没有 你说怎么样会给人家 真正 我这番话 就是因为老婆娘讲了一话 我这个人爱啰嗦 向大家学生命 希望大家真正做一个 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大师 一个好父上 一个好出家人 领导这个社会 就像有的很严重的路线 老胡上非常慈悲 因为我跟老胡上 我很尊重他 可能我们俩也像朋友一样 这个非常慈悲 对你们比较宽松了 因为我看你们 省居坐牧 很多位你都不够了 很多位太散满 但是不能怪你 这一代的教育 所以你们的任务 整天把父法修好了 特别要发行啊 发行什么 下一代的 中国人的后一代 要你们好好去教话 不是麻烦的 出家不是逃避现实 我今天这一发话的开场白 还没有讲到正题 怎么打斗 怎么修行 为什么这一次我们会来做这个事情 还没有开始 我讲的不大好听的话 学讲前面是勉励诸位 真正的这么用功 这一次 庙老 原来吩咐我的 说我们 在这里深受的残堂 要打气 所谓打气 这是一个普通的说话 那么打气 是什么意思 就是气贴当中专门用功 参产学到 专门用功 这个打字普通话 为什么要气贴专门用功呢 打气是中国唐代 又产中以后开始的 这四个字 可欺取证 这又是古文了 所以叫大家把古文学好 再把中国文化 根根的挖得出来 可欺取证 自己自定自使节 非常普 正道不可 譬如 等师释迦摩尼佛 在福的树下 他前面修外道 修一切的功夫 十九岁出家 换了好多老师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重复一下 他一出家了以后 学习无想定 三年 只要注意哦 无想定 你看我们得多困难一个人 把自己思想完全把它关闭了 做不做得到 我们夜里叫你马上睡 有时候还睡不着 以释迦摩尼佛的智慧 聪明福德 把自己的思想马上关闭了 无想 得到这个定 还练习了三年 他做到 三年做到无想定 无想定 有什么东西 我们再慢慢念就 但是因为他老人家书道 正道 苦求要求正道 他然后苦求正上怎么讲呢 四个字 古文简单 只有四个字 现在的你要写二十个字 他搞不清楚 知非别臣 他知道错了 这个不知道 都知道 他又去找一个老师 说 非想 非非想定 也收敌了三年 你们大家 在佛说月都念着过的 请问 诸位不要客气 我们是个念着会 怎么叫 非想非非想定 请问在座 诸位出家在家的菩萨 哪一个知道 请举手 解释一下 名字都知道了 你们大家开去 我听你讲 就这个字都认到了 可是大家也晓得念了 自己去体会过没有 坏话自己修过没有 那更年终了 非想 非想不是思想 脑洞里没有思想 这里要点一点 非想 非 非想 还有 非这个字又要点一点了 下面 非想 所以咱们还 我们也听到 非想 非非想 等 讲起来考试啊 你们都答得出来 这是一个什么功夫啊 一个什么方法 不是思想 不是思想 非想 下面要说 非非想 又不是没有思想 这不是矛盾吗 非想 既然说不是思想 要非非想 并不是没有思想的思想 那算是个什么东西啊 你们诸位青年同学 都在说佛修的 有没有想过啊 非想 非非想 不是思想 但是 不是没有思想的 都知道 可是不是思想 脑子没有乱想 心里没有乱想 不是思想 可是都 又不是说 不是思想 就没有死人了 是个人 有谁做到没有思想啊 棺材里头 那个朋友 他是确定没有思想 那所以 他做到非想 又非非想 这个功夫正盖 都很容易的啊 不是困难 可是大家 因为佛修 自己没有念 就好 就困难 可是我们本师 释迦牟尼佛 这样耶稣 出来三年 才做到 做到了以后 他都 苦修识念的 辅证了 又有四个字 自逼即生 他认为 这个不是道 除外道 不是生命的旧症 他把它又都掉 没有老师 口角了 印度的 所有的 这些大师们 他都说完了 没有口角的 自己一个人 跑开了 跑到雪山 大家都晓得 雪山在哪里啊 就是现在 尼泊尔的 北面 西藏的南面 他跑到 中国西藏的 南边 尼泊尔的 北面 到这个雪山上 收苦神 苦神 自己给自己 苦吃 六年 传记 中复将记载 他每一天 只吃一颗 一颗 骨子 的干骨 十六年 当中 摸的 自己摸摸肚脾 摸到背脊骨了 那个肚子摸扁了 人是 这个时候 他还是二十几岁 成老子 不得了 那就是 现在人家 营养不良啊 什么毛病都来了 这样搞了六年 他为什么要受苦行呢 这个我们中国文化里头不会产生的 有 现在还有 现在也有 大陆 我讲大陆 现在一旦回到大陆 还讲大陆 中国 台湾 东南亚 日本 都还存在着 受苦行 受苦行 硬度就更严重了 有些受苦行的人 自己头发 拿指头都爬光 讲出来要爬 脱子要爬掉 各种各样都磨叠自己 有些永远更好 有些泡在水里 你说 你们这个打得很苦 他们是苦行的人 就是怎么说呢 一只脚这样站到 就是这样 终于死在那里 这样注定 都是苦行里头的 各种花样 印度当时的文化 一部分认为 苦行是道 所以他也去说苦行 说了六年 他都做到了 自非即使 不是 他就讲一句话 苦行非道 可是你们注意 这句话给你们打架 给我们好用了 所以我要快活一点 苦行非道 我也不要吃苦 这样讲就错了 他说苦行非道 不停 没有老师口角了 自己下山了 自己下山了 一种变成 被弯起来 走得不得了 跑到中印度 说很好边上 然后碰到一个墨厂 一位小姐看到这个老婆娘 其实那个时候她不过三十一岁 这个老婆娘好可怜哦 快要死了 在供养她牛奶 她重新有吃营养的东西 当然 普通上说吃喝牛奶 有没有吃牛肉不知道 当然没有这回事 这个不必生就了 那么换句话说 她恢复普通人的 生活的 要营养的东西 再恢复这个体能 又恢复了 到底念成嘛 因此她跑到印度的航空边上 一棵树的下面 这棵树 为了她成道的纪念 所以叫做菩提树 原来不叫菩提树 这个要古种考证了 菩提在做物业 大切大物的意思 范文叫菩提 那么她在这个时候 在一棵树上自己弄些草来 做个座位 打住 不像你们住位 还有跟住好棉花的垫子 那么讲究的享受了 他们要自己弄的草 这种草硬都有 现在我们到西藏 说密中呢 也用这种草 叫吉祥草 也说说密中 可以往中西方的 这种草就擦下去了 那个就是吉祥草 不过不要认为擦了草就对了 我在西藏说密中 我自己擦自己笑 擦草就是把自己卖掉 中国人说要卖生了 弄个草在头上编起来 那个另外将来再说 那么 他一举香草做座位 自己没有办法 坐下来 他就发了哼了 这次下了死的觉生 史丹玛丽佛坐上盘坐打好 不正菩提 不弃此坐 古文就是这样写 我假使不大切大物 找出人生宇宙生命的真地 不正在这个菩提 菩提的作物 不大切大物 不起此坐 是个字要注意哦 你懂了古文就很简单 我们现在讲土 给老子就死在这里不起了 都不放了 我就死掉了 都死在这里算了 你看 古文四个字都漂亮了 不正菩提 你多起一次 说啊 都美啊 你想象那个内容代表什么 他说我这一次假使不能舞蹈 就死在这里 两个腿不放就走 做事算了 因此 七贴当中第一贴 另外就发那贴也通了 第二贴贴二通 当然五六贴的六通剧 做第七贴找人 抬头一看 负责这么讲的 你们同学们接一句 一定会 怎么说 度闽生而无道 对不对 大声一点嘛 这个说福 这种多大的气派 还不好意思说话 那怎么成福呢 都看见了 闽生 现在我们厦门电视台 哪个闽生这有闽啊 是不是看到这个闽生啊 怎么看到闽生而无道 现在学书家就平民念 闽生这一颗神是什么神 还是太白真神 还是找人起来的真神 有人说说月亮 他铁块要亮的时候 抬头一看 太空 天空上面什么都没有 一颗神 一颗神在那里亮 这个时候他悟到 他怎么讲呢 遗灾 是古文哦 现在 是要你们好好说古文 古文说会了 百花文得写得好 你们想 钢笔字 原子笔写得漂亮 有毛笔字写得好 钢笔字就漂亮了 哎呀 现在有那个写字给我 学生给我 我有说要命啊 这考古还难啊 那些字都浓飞凤舞的 看不懂啊 又写得呀 写不好 自己又变花样 很痛苦啊 他遗灾 真奇怪啊 自己感觉奇怪啊 一切众生 该具如来 智慧 得相啊 四个人 每一个人 不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生命 一个 一个蛮你众生 都包括很多的生命啊 都是佛 个个都得到了 一切众生 该具如来 智慧 得相 只因妄想 执着 注意这四个字哦 不能静待 所以不能够得到 不能成佛 那我们注意了 我们 在家 在家 天天上 打着 成佛 是不是妄想 是不是执着呢 你们一定 我们要说自己改善 我们这个是修复啊 修复不是妄想啊 非打斗不扣 那不是自救吗 这都是问题啊 那么 我不打斗好不好 你 也是自救啊 我不修复中心吧 更自救啊 这样讲话就是传统 反正你这样也不对 那样也不对 不对的更不对 他自愿往上 就不能经贷 所以他就要走了 这下他得到 那么他感动了 天人 向他前面跪到 你老他不能走 你多生多世 法月 武道了以后 要多认识给一切众生 现在你得到了 这么快 不红法 不传出来 所以你看在法华 经常到处 看到佛说的两个 古王两个字 子子 我法庙乃斯 怎么叫子子呢 古王这两个字啊 现在怎么写那些白话 你算了吧 算了吧 不要讲了 算了 算了 不要讲了 他说 那你要问我 就没有办法传给你啊 我所带的法门 妙 白衣装妙 不是你们用头脑思想 想得出来的 我会跟你一讲了 就变成熟患 变成知识 一变成熟患 变成知识 你复苏最好了 复苏 死亡也高明了 懂得到 就越来越远了 所以说 不要说了 不要说 我法庙乃斯 但是 他还是后来说法49年 我们花了那么大的时间 那么一段力气 说明什么 大家不要忘记了 说服第一个 要培养自己的头脑逻辑 刚才我 从头讲到现在 我来解释什么 是很痛苦啊 你们跟我那个 同样的程度 我就讲话方便了 就是解释 大气叫做可气取证 等于服亚 自己定了 他没有规定自己取调 他就可气了 他的五气的 五线气的 我假设不误到 死在这里 不起来 结果七天他舞蹈 所以后人 惨中 仿照他的行为 那七天来 比较大气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苏加蒙尼尼夫 悟到 真正的下了 很深 只有七天 所以你们就会想想 你也去下个七天 很深 我们都两天 九天也可以 有什么关系 便宜一点 便宜卖 你做到吗 做不到 不要忘记了 他前面 他是一个太子 而且是独自 不要人家 老百姓投票 一定做皇帝 他不敢 他认为这个人生 不是一个政治 一个哲书 一个教育 能够在军了 他要追求生命的真正 他依然跑去出家了 逃走了 逃走了以后 他征股十二年的 求生的苦受 才要后面 七天地可以去正当 老师讲 他前面不是 间接地接出来 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 我们要懂得这个 不是说拿七天来 那么 为什么七天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 也有关系了 复的文化 是和 东海以后再过来 我们老祖宗的文化 早就告诉你了 在疫情上 七日来复 这个七日 记得哦 下午就很严重 这东西就回来了啊 七日 来复一句话 这个宇宙的 生命的道理 无理是 感觉是个 科学的问题 七天一个回转 七天一个回转 我们要晓得 四个人讲科学 科学 科学与素学 一路领先 科学与天王学 为第一位 天王科学 可是 素学与天王学 素理一学 素理的科学 等天王学 我们中国两千年 一切就一马当鞋下切走的 我们两千年后 我们自己的中华民族的炎黄子生 现在枯手的万峰的落后 都对不起自己的祖宗 所以我们祖宗早就晓得 七日来复 准备回转 大家都晓得 讲七后 五天叫做一后 以英里为标准啊 这个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讲 已经大开提一下常识 五天叫一后 三后叫做一气 六后叫做一气 过节 清明节 不是端午节 中秋节 那个是不对的 二十四个七节 五天日以后 三后一气 六后日一气 一年七十二个后 二十四气 二十四个气节 三百六十五天 多十分之一 这个太阳在宇宙围绕地球 地球的太阳的系统里头 骨抖了一圈 十一年 叫做一九天 这个九天当中 七的十五字 十分钟 现在讲七个钟头 七天 七个月 七年 非常大的关系 等大家收到有绝对的关系 打坐俗词 我们再慢慢介绍 先告诉大家 这都是中国文化的要点 很基本的道理 所以这个第二点 下周外再上 打齐这个七天的重要 后代的产中用打齐 产中 用了打齐是什么呢 从唐代 妈祖白藏以后 慢慢兴起了残堂 残堂里头 大家常年都在那里 残残 收到 什么叫残残 我等一下要介绍 要求无道 都大部分 一辈子就在残堂里头 老是在这个里头 没有无道的 古人四个字 如骂 如手啊 这四个字形容好漂亮的字 骂人骂得好年重哦 守福守道人那么多 强农田里头骂 强稻米那么多 还说修道人那么多 成功的一个都没有 是什么司马如书 那么多 那呢因为残堂里头 出战的那么多 我当年看到的 有时多人打着坐在那里 好好的啊 坐得好得好 窥一天都不动哦 你看在那干什么 还不是无想定哦 睡觉 大多睡觉呢 传你们有个好秘法 秘中 毒牙 要睡觉呢 给师父看见你还用功 两个节报一端 把头一架起来 尽管睡 你不会这个 一大大声 就给师父看出来了 睡得很稳 可以睡一辈子 将来老夫人说这个残堂啊 你们套在住在这里 贴贴打住就在睡觉了 因此 后来就是 年丽到了冬天的赌丑啊 就残堂了 一天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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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里头开始 所以我老乎让 为了你们年轻人把生 化缘 我们礼祭师们出宫的 将来都慢慢介绍 出来一个禅堂 他要打起 你看你们这些老书兄 全辈子都在禅堂里做了 八九十年啊 现在刚刚才来了 当年的老书兄 腿子都没有裂好 打个什么棋啊 打一都不能打 还不要是打棋 所以打棋的道理是这样 后来有各种各样的打棋了 出镜头的人打福棋 齐铁念福 那么其他的人摆整下的也用齐铁 各种各样都是禅宗里头来的 真正的禅堂 真正的打棋 等着慢慢跟你介绍 这些都是问题 那么老乎让提出来了以后 出动了我一个感想 所以我告诉老乎让 你打你的气 你让我来讲啊 我要改名字 这个老乎让这个人高明啊 那没话讲 你说什么他都得 那当然你要这么改就这么改 别的老乎做不着的 这个和尚老了 那个脑子在顽固啊 三门外那个死死死很厉害 动不了的 这位老和尚 越用无碍 你说什么就这么做 那只要你来 那这就给他扇住了 就把我也扇了 那就给他扇起来了 我叫做这一次的念咒 叫做生命口修与死修事件的念咒 所以不叫做打起 如果打起我不能够这样跟你们讲啊 打住 真心 真心 打住 那是另一套方法了 所以你们注意啊 不要参加了半天这一次 将来出去说 南普都这一次庙老主持打起 从哪一个招老头子那个生男儿生背的 那个搞不清楚东南西背的来乱讲一等 这就讲错了 我们没有打起啊 生命口修与禅修 错了 写错了 禅中的禅 禅中 你不實在念中, 這次是這個題目。 好,我們現在本題來了啊,慢慢來啊。 好像兩腿不太聽靈靈了吧, 有一點消息了啊, 所以消息在這個腿開始有一點難受起來了, 是不是啊? 啊,是這樣,趕快放開,等一下再來。 嗯,先想, 應徵下就想著啊, 十分鐘就回到殿堂, 那,要大小方便,快去。 十分鐘啊, 為什麼 什麼 叫生命的口鼠? 我們一句話, 下一個簡單的答覆, 真正的符法, 有著真正中國如是道三家中國的文化, 都是講個生命的口鼠。 另外, 在前幾年, 大陸有幾位口鼠家, 珍貴一個朋友的介紹, 他們 這個, 流行這個氣功。 啊,我就笑, 我說, 我們中國的寶貝多得很啊, 氣功算什麼。 我說, 你們不知道, 我們年輕的時候, 都玩過了。 第一步是武功, 練武功。 武功練好了, 正一步, 練氣功。 氣功練好了, 再正一步, 道功。 道功練好了, 正一步, 殘功。 這是傳統的中國的東西哦, 但是殘, 包括了佛家道家。 光講氣功, 有時都讓練氣功來問我, 吼, 這個氣, 守丹鐵。 我說, 你守丹鐵, 下丹鐵, 在肚臍下面一層三番, 道家講的啊, 中丹鐵, 兩, 男女的兩個肉, 放在中間, 上丹鐵, 在美, 守那個丹鐵, 就是上丹鐵, 中丹鐵, 下丹鐵, 把氣, 守那個地方好。 我說, 不要瞎搞了, 這些東西, 我從演唱完去告訴你們。 要求女生, 不要準備開始守下丹鐵啊, 不到某一步功夫, 不能準備守下丹鐵啊, 女生, 很嚴重啊, 搞得不好就會血崩啊。 男生也有問題的, 他是氣守那個丹鐵。 我說, 丹鐵是什麼, 你也不懂, 亂說, 不曉得這三個什麼叫丹鐵了。 我說, 我問你, 我們人體啊, 是個皮做的啊, 這個皮啊, 像尼龍袋一樣, 裡頭裝那些肉, 裡頭肉嘛, 把它捏攏來, 變成生乾壁, 變成, 裝在裡頭, 每個地方有通道, 有空路的, 你吸一口氣, 把它憋在那個肚臍下面, 那個地方, 就留住啊, 哦, 就管住啊, 你管住啊, 我說, 你拿個棍子打我的小肚子, 我絕對不怕, 我還挺可以不怕。 我說, 這個也不是氣, 你也不懂。 我問你, 你看那個氣車冷台, 一個氣台, 你把它打氣炸掉, 那個氣打進去了以後, 叫那個氣留在中端鐵, 不動, 冷台做得到嗎? 做不做得到? 那個氣震裡面, 滿一個袋子都滿的嘛, 哪裡還停留? 停留在那個上端鐵, 中端鐵, 那就是癌症。 那個氣嘛, 空的嘛, 那會一直停留在哪裡啊? 那個停留在那裡是你的感覺嘛, 不要下去了。 而且你把那兒子留在那裡幹什麼呢? 就什麼用啊? 免得家裡不要賣瓦斯了, 就把東西放個氣, 瓦斯散熱就開了, 沒有這回事嘛。 所以你氣功烈得再好, 我還治病, 我說會啊, 對不起啊, 我是講道理, 不是批評氣功不對啊, 後面還有文章的, 我說好, 我告訴你我也會, 但是我不願意玩這個花樣。 幫助一下, 減輕一下痛苦, 有的幫助有的, 是根本就會治好, 對不起, 你看所有統計下來, 給氣功做了, 有好處沒有, 絕對有好處, 把病治好了沒有, 該踩的踩去走, 該爬的還是爬出去。 該躺在那裡的, 躺直了的就躺直了。 一不好的, 不要是氣功, 我常常在衣術大學, 在臺灣國防衣術樂道去講的, 我說你們中醫、 西醫兩對不要精好不好, 因為我外行可以講啊, 我們這裡好多大醫師在這裡, 都是江湖啊, 咋不是, 等一下慢慢跟你在說, 我當年講他們, 不管是西醫、中醫都治不好病的, 我在台上也講就亂講, 西醫也治不好是, 中國人兩句老話, 藥意不死病, 福度有緣人, 不管你中醫西醫, 那個醫藥, 那個不死的病嘛, 自然跟你治好嘛, 它本來不是嘛, 那個該死的病, 你藥, 你中醫西醫, 所有藥意不死病, 福度有緣人, 跟你那個無緣人, 譬如我們, 那個北京這些老朋友, 我叫老朋友, 我們有緣嘛, 所以哄來就好玩了, 你無緣, 他就不聽你那一套了, 就是這個道理, 我說中醫西醫假, 是一個好病, 四個人就不會死了, 那你們照耀的, 照舊的醫, 他們照樣的是, 該死的病, 知道好的。 所以講到, 人體的科學, 講到, 後來, 這些朋友問他, 我說對不起, 你們真正, 我願意幫助你們搞出來, 中國文化的科學, 是要發明了, 我說改個名字, 就說, 生命科學, 還叫生命無理, 我的這個大科學, 才一聽, 我這樣一聽, 這個好, 這個好, 這個太好了, 可是我還沒開動了, 生命, 是包括了一些, 真正的符法, 生命的科學, 大家不要, 給宗教外衣困住了, 太可惜了, 時代到了現在, 這個生命科學, 只有這一套東西, 在整天我們自己中國人來處, 只有我們中國一路領先的, 這句話, 我自己講了, 我負責, 這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 外面的西方的科學網民, 只能住住宅。 可惜呢, 我們自己中國這個文化, 有啊, 讀在那個城庫裡頭, 讀在古書裡頭, 你們年輕人也看不懂, 百花文如數的, 啊, 這兩個字都寫著, 東照西歪的, 而文章呢, 就得是青蛙跳整, 不通, 不通, 那個古書怎麼都得懂啊, 那個槍口打不開啊, 生命科學這個, 我們生命存在著很多問題。 所以世界上的人, 每一個都是科學家, 每一個是哲學家, 每一個是宗教家, 每一個人對自己的生命活動, 準備後來逃生。 你當時叫他做爸爸, 做媽媽, 你在那裡認識下來主義, 要他做爸爸媽媽的啊, 不知道來的啊。 自己為什麼回來變一個人? 不知道啊。 這個天地怎麼來的? 宇宙外物怎麼來的? 太陽哪一天呢? 西方的宗教家展示, 就是上帝, 叫他的樣子, 叫那個天地。 哎, 我說誰叫那個上帝的? 總有個外婆吧。 如果上帝是外婆, 上帝呢, 那個外外婆也是誰啊? 一路追下去, 追到底, 追不出來的啦。 所以, 宗教家就是說, 宗教家, 比我們那個老朋友, 要軍事重地還重要, 卸主參觀, 你不總問, 咻, 就得正。 我是信你的, 你總讓我看一看好不好。 裡頭有些什麼東西, 宗教不讓你看到, 噢, 所以你們, 夫不是宗教啊, 你們把夫教也當成這樣晚的話, 那是夫教的罪人哦。 我還順便跟你介紹, 對不起啊, 我先口頭一下, 你們四位。 清朝有個名士, 靖百條, 講了幾句話, 把山教的徒弟們都罵了。 他是活上, 使家之罪人, 道士, 老子之罪人, 秀才, 空子之罪人。 鄭百條說的。 啊, 啊, 這個話, 我現在為什麼應用它的話, 所以你們把腹法真正的奧逆, 不拿出來, 變成一個宗教的內心的形式的話, 那別人扶持, 釋迦迷你扶持罪人了。 啊, 釋迦知罪人, 啊, 是要些正開的啊, 這個, 真正的復法這個大和尚。 所以我們這個宇宙怎麼來的? 人怎麼樣下來活到了以後, 我的命運跟你那個怎麼不同? 你的命運為什麼要死? 為什麼要死掉? 這個是生命的道理。 這個就是生命的口說。 那麼, 我們打著收到這個生命的關係, 統統從這個問題來。 啊, 現在, 我們把生命口說, 要正式上路拿出來。 這個大概, 這個問題講過了, 基礎打好, 我們才告訴大家怎麼打著, 怎麼做功夫了。 啊, 現在, 現在, 生老病死。 誰都免不了。 啊, 生老病死。 啊, 生老病死。 如果有一個人做主的老闆的話, 有一個主宰的話, 有一個主宰的話, 你生了就好了嘛, 不要人家死嘛。 生了為什麼也要他死呢? 。 都很奇怪的是啊, 就是生病的奧秘。 生了, 必定是老。 必定有病, 必定死亡。 生了, 病死。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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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解决了问题, 结果释迦牟尼佛, 我们这位大老师在这里, 我一定问他, 你老人家为了这个, 十九岁跑出去出家, 为了解决问题, 你不是正在土地打起打务了, 为什么你八十一岁要走了呢? 是不是一个问题啊? 就是科学问题啊, 讲宗教就不能, 不敢这样讲哦。 释迦牟尼佛自己有答案给你啊, 可是大家不知道啊, 修复班太都没有讲出来啊, 所以古人要说生气疑, 叫宗教宗教一个大文豪, 又是大军事家, 又是个大侠开, 又是个大忠臣, 朋友们的, 他们山东的老虾, 他爱好久啊, 他就写了几句话, 他说, 他这么讲呢, 讲到父的时候, 不应别亢强, 父家是再久的啊, 不准喝酒, 如果不应不喝酒就健康的话, 父受去千百, 那释迦牟尼佛活一七岁, 活一百岁, 八十一年入年盼, 和释迦牟尼佛活到八十一岁就走了, 去整, 北中五, 我还是活我的, 很有道理啊。 所以郑伯朝啊,也讲过这个话。 郑伯朝怎么讲呢? 旧能养胜,何旧能够保养的养,生成的生。 仙家养子,所道的人,所省得的何。 福的战略本来没有在旧的, 因为一位比丘啊,活了就糊涂了, 占了很多债,后来下面面再把它占掉。 所以这个债不是圣债,是这一债,方便是债。 这个,旧能养胜,仙家养子。 旧能养胜,仙家养子。 旧能乱胜,佛家寨子。 福曼认为,何旧并不方案,什么的,可是会乱胜。 他,我来,我在,正把人家说着,有酒说些,无酒就说佛。 你看,他这个多方便。 他有酒喝,我说到家,别省事。 没有酒喝的时候,我说佛家,出家了,盖酒。 你看,他两头都在了。 这是笑话,正别讲过来的。 所以讲到佛,既然所谓了,生了病死了, 结果为什么八十一岁走了? 人的生命是不是有自己可以做主使他? 好大呢? 好,古书上很多。 现在没哈。 好,你们不知道,当年我修佛修道的时候, 常常碰到人,说,你不知道,我那个师父啊, 三百岁了,在哪里? 在某一个地方。 反正乱起来很多。 你看道家的书,正常那个跑步子书。 他是道家人啊,在乱。 跑步子,是国宏啊,是神仙。 他那个书家就说,修道的人啊, 说谎话乱起来很多。 他还清楚看到,有一个老先生啊, 说活了,哎哟,这个这个, 正常活了,活了八百多岁了。 啊,他这个人跟跑步子讲,空子生的时候啊, 他是妈妈抱着,我就抱过他。 而且我还摸摸他的头,你将来一定做生人。 。 那个从古道中车黄的那很多的。 啊, 所以讲, 生人这个东西, 生了病死, 怎么去解决? 。 又在禅中标榜, 禅禅是料生死。 生死怎么了? 啊, 我们先拿自己来念头。 一般人说佛, 都想打造身体健康的和强一点。 为什么真正常叫我们无人相, 无恶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不要认为说了佛以后, 寿命是无量物, 别永远活下去, 这个观念是要拿掉。 事实上我们念真刚正, 念是念绝对相生, 念到无受者相的时候啊。 老实讲我们嘴里是念, 心里不甘呢。 还是要受者相啊。 都会的。 你看你们翻开旧的旧本的真刚正。 上面两个截子是唐朝那个女皇帝物在贴住的。 真刚不坏, 神愿俯开为命。 我一下也记不得了。 你记得吗? 你记得你写。 这些老书中对我老多了呢, 老是不会, 他一定记不得。 那不是, 也可以, 这个也是无解特写。 无量事, 生为为妙法, 百千万皆难得你。 我真借问得受持, 愿者如来真是你。 这个也是无解特写的。 每一本真感灯的下面都应。 什么真刚不坏声啊, 五个字一直得想起来, 这倒是你们。 没关系, 不是我们的本题。 好, 真感灯的有提到武术就想。 好, 我们现在就口修研究啊。 先介绍, 我们倒转来啊, 生理史的问题。 人怎么死的? 是讲人啊。 现在注意啊, 这这个口修啊, 不是我说的啊, 都是父亲家有的啊。 可惜你们躲在佛书佛经里头, 没有找出来啊。 我现在帮你们好好找出来, 将来还是要你们自己去念族的啊。 我们这个人啊, 一生下来, 就死掉了。 你信不信? 你绝不信。 道家有一个人, 讲的佛书, 讲的痛快, 庄子。 庄子是道家的啊。 庄子, 在道教里头, 这本书不叫庄子啊, 叫南华针。 老子这本书在道教里头叫道德针, 庄子叫南华针。 啊, 那个列子这本书在道教里头叫秦虚针。 是道家的三针。 重点的三针。 庄子。 怎么说呢?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 啊, 啊, 他说, 当一个人的生命, 宇宙外物的生命, 当你刚刚生出来, 那个时候就是死亡的开始。 方生, 你刚刚生的时候就是死亡的开始。 啊, 你认为是死亡的时候, 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 就方生方。 庄子在别一个地方, 要借用孔子告诉他的大弟子耶徽一句话。 啊, 孔子这么告诉耶徽, 传道给他的大弟子, 回叶, 是业会的名字。 啊, 回叶, 脚比飞狗。 就这么一句话。 你看, 我现在带领你们, 刺激你们年轻的同学们, 好好说古文啊。 古文说不好, 你念着胡说中国文化, 影子都没有。 怎么叫脚比飞狗呢? 好, 我们两个对面走过来, 啊, 你走过来, 我走过去, 两个人走到一排, 就说两个绑子, 靠都没有靠, 两个绑子, 靠一下, 你想这一头走, 我想哪一头走。 你的, 原来的这一山啊, 两个绑子靠在一起, 已经没有了, 就要过去了。 是脚比飞狗啊。 是脚比飞狗啊。 这两个手那么差一下, 一下就没有了。 这幅说的居无形无常, 四个人一切的东西没有一个永恒的存在。 出发叫做无常, 我们中国的文化已经叫做变化。 是这样的东西没有一样不变, 没有一分一秒不变, 没有一件事不变的。 所以它无常不是永恒存在。 这个生命是方生方式。 当我们一岁的时候已经老了, 给你生下妈妈生, 就满月的时候老得多了。 当我们十岁的时候, 比两三岁已经老多了。 这每一天都是小死亡。 增贴的不是昨天的, 灭贴的也不是增贴的, 都在死亡。 于是在死亡。 现在我常常问人, 你看那个生过孩子的太太们都知道, 那个婴儿生下来, 有些人救过爸爸的都不打负债任的了, 很少看孩子的。 你那个婴儿躺在床上歪什么, 你知道吗? 有些人大概知道。 婴儿两个手不打动的, 那个指头这样抓到的, 大指头放在里头, 所以到家后来打坐, 中用这个手印叫做欧骨。 婴儿这个指头放里头的。 很少有婴儿这样的。 这个婴儿也是健康有问题的, 大部分是这样的。 都是放里头的。 婴儿在床上玩什么, 还蹬脚, 特别爱踢, 怕生命在成长。 所以啊, 七岁八岁的婴儿狗都讨厌的。 那狗睡觉, 它都跑去踢它一下。 它两个腿啊, 等于那个狗啊, 将牙齿的时候, 不咬不舒服啊。 我们人将牙齿, 小孩子的时候, 不咬东西也不舒服, 发痒发酱啊。 它两个腿发酱, 生命在成长。 等到慢慢, 中年以后, 大家做出来就喜欢这样了。 哎呀, 根本没有生命。 生命的死亡, 从族底下开始。 所以一般上说, 养精熟悉, 精力也从族底下开始。 精从族底生。 后来的话, 一个人发冷, 海也从族底生。 所以我常常告诉那种东西, 哎, 穿袜子啊! 你穿上面的衣服拿皮袍包起来, 下面光着, 没有用的啊。 你把下面两个腿一保护好了以后, 上面扫出一点, 没问题。 两个腿。 你看老了以后啊, 这个人, 大家, 我们看到啊, 你看哪个女的, 到了中年什么呢? 嘿, 中年有一个东西很快就出来。 嘿, 每个人家里都种西瓜的。 到了中年都出去买西瓜了。 这样, 就落这个样子了。 肚子都大了, 屁股都下全面疼了。 慢慢, 以后老了呢, 就不动了。 两个腿不行了。 是吧一半。 小心啊, 不过我两个腿还不错着。 嘿嘿, 这都给你们讲个小话。 你们注意啊。 所以腿, 这就医手上要捏走了。 我们要脑壳, 不及上脑壳传位的医生在这里, 他就关头不关腿的啊。 嘿, 脑个腿。 只有释迦牟尼佛告诉你, 就别的, 大母子开始, 就用了, 给脑连到。 他, 手摆不关腹要告诉你, 关手走别的大族开始。 他让我们家两千多年前, 在哪个美国留书, 在英国留书, 他怎么知道, 那个什么英国, 美国影子都还没有了。 他怎么会知道, 越看越奇怪, 手摆不关, 他告诉我们, 高血压的人打起来, 一观想把自己的头切下来, 倒出来, 放在肚子里头。 嘿, 不到五分钟血压就下降了。 他有怎么知道。 所以我们啊, 那么多老师, 这位史嘉老师真吓人了, 他的智慧是我们不晓得多大, 可惜你们都没有看到过。 对不对? 你们都看到过吗? 啊,看到了,不错。 诶, 讲老实话, 这些都是宝贝。 你们要想收持, 所以摆, 才没有要法摆古关, 主要好好念, 就拿着个大口说。 这本书, 这本书, 我要怕你们后辈子看不懂, 年轻人, 又把它古文翻成白话, 可不是我一辈子做事情有个毛病, 做了一半不高兴就算了, 切一半, 所以每一部书我都写一半。 下半部都不写, 不翻了, 为什么? 你们年轻人活着干什么呢? 要接上来呀, 我没写完你了些呀, 可是年轻人抬了头来, 都不干的。 才没有要法, 所以人老了。 那么, 先告诉这个, 所以等一下脚打住的时候, 都两个腿都关销。 所以老年人, 脚底都还发疼的, 坐下来腰杆挺的, 还不挺的, 强受之相。 那个肚子大不是强子不对了, 就是你不注意骨头的形态。 人明明端正站到很好, 精神特别好, 可是人要出来喜欢这样, 这样一来经过体型骨骼都变了, 变了就快死了, 死得快, 不是快死啊, 快死东死得快, 这两个蚊子用的不同, 有距离的啊。 这个, 好, 人怎么死啊, 一个经常死的人, 常人, 你们大概看死人, 不晓得多不多, 因为我看得很多, 为什么看得多啊? 很多老朋友要走的时候, 我都趁着去看他。 哎, 有些还等我来断气, 要命的, 然后我来, 一抓住他, 碰到我, 这个也怪人, 好多老朋友, 我手一抓住了, 我说, 你这个手不要留脸啦, 你念阿弥陀佛, 快走吧, 我帮你念, 快点快点, 还有这个, 我念的, 站在那里帮助他, 念了一两个钟头, 他还不肯走, 我说, 我不拉你了, 你走吧, 把手一放, 他掌掌跑了, 那很多。 人死, 我们身体的四大, 佛舍的四大救活, 碧水和风, 叫四大。 这个, 你们年轻都知道, 孩子你们学一学, 不要懒, 要是做身手的大菩萨, 老菩萨, 中菩萨, 都要写出来的, 四大, 地水和风, 叫四大, 我呼一下。 大就是大, 累, 这个慢慢地改死了啊。 所以, 我们呼吸都属于风大, 人要死的时候, 地大, 些发生问题。 你可以到医院里, 快要死的时候, 你看到啊, 躺在那里, 两个脚不能动了。 所以我们这样就看到, 你读这个古书的时候, 读到楞女, 你就看到了, 空子的手声, 精子, 要死一些, 七玉座。 为什么叫七玉座呢? 自己两个脚没有自作了, 叫鼠声, 你帮我脚放好。 其余手, 两个手也不能动了, 你帮我手摆一摆好。 耳朕以后, 亏灭, 他晓得自己马上要死了。 他现在起, 我还放心, 我知道一辈子没有做错过事, 亏灭除了最过, 因为要走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这种情形啊, 人要死的时候, 却是地大风扇, 身体重了。 所以我们假设年纪大了, 没有好好用功的人, 走到自己的身体, 不听自己主张了, 走路也不方便了, 这个地大都出了问题了。 搞神, 就是个信号。 要死以前, 然后, 要死了, 就走到这个身体, 倒去不能动, 压得很痛苦。 身上好像, 好, 要死以前, 好像一个山, 压下来一样, 大肆,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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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我们今天在做的好几位大命运都会就得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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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的,你要晓得,我们做医生做朋友的,摸摸躺在那里,那个冰的,一摸到那个鼠,那个汗出来生气,黏的又冰的,对不对?很难办了,那叫做难办,很难办了,很难做了,那出了。 这个时候,钥匙这种感受的时候,已经蜂蜜的状态来了,自己就到,哎呀,或者下大雨啊,或者在海洋中间飘换,就统统来了,都做梦样,是水大风扇,然后,生上一口一口,汗珠就出来了,最后呢,上面就,那个台在里头大滚,到了, 钢梦一张开了,最后一次再大滚,也不是大滚,最后大墙的这个一体一排,前面小变的,还有最后一次的精要除掉,这两个大小变的水大跟冷汗。 一排的时候,完了,很难做了,再后跟到了,风大雨火大,就呼吸, 再后一口,哎呀,我死过得,因为我看过,当然我还没有自己那么好的经验,我在帮忙踏实,我说你快点念火,走啊,走啊,还有些朋友念了一帮子告诉我,你们注意啊? 我知道,没有办法念了。 念了一辈子佛,到零九的时候,我知道,没有办法念了。 你们注意啊,你们大家说念佛,什么叫念佛? 然后我就骂他了。 你怎么搞的?你心里念佛,不要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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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要了。 你只要心里念佛,念在这个念头啊。 我说你念不出来佛,你怎么会讲话,会晓得自己要死呢? 那个就是念。 大家念佛不懂是什么念 以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 那是佛号啊 这个也慢慢再介绍 念佛也念佛发猛的 这个时候气断到这里 火大就断了 我们晓得你们都像过维俗的客们啊 我们你们出家的同学们都像过吧 暖瘦是三位一体的 意识精神还存在 身上的暖气一定存在 意识还存在 意识一散掉了以后 要死的时候暖气就没有了 意识就离开了 就灵魂离开 所以人死了以后 一幅的这个哭手 你看他几千年怎么知道 所以将六道人回 假使这个人 这一辈子的善悟的行为 来生还能够别人 忍中再来的 他死的时候最后一口气一断 你把它传上一幕 就是个哭手 什么地方都冷了 最后这里还暖和了 来生一定别人 人到中再来 善悟间半 这种人灵死的时候一定 有些更高级的很清爽 家里的事情都丰富好了 哎呀 然后也累掉掉 没有 无苦耐喝 就走了 胸口最后还温的 那个人到中再来 如果有些高水牙的心脏病 从来的发 这船上都冷满了 摸着里还热的呀 天道 不过天道里的风 会在阿索罗道 他脾气大 死了以后 也是天冷阿索罗 对这一种的 有些呢 痴密采摹的 乌浪兮兮的 那个算是好天人 所以好人跟坏人 从不清的了 阿斯洛天人是同等的了 都是上面 如果头顶最后还暖的 往生西方的 如果有时候走了半路 又就东方来了 此情调不是跟你说笑话的 这个中间是口水 我现在大家只能介绍 如果是死了以后 这个人这一辈子 无事坏事就多了 别出生的呢 全身冷了 都去下面还暖的 出生到中 但是这个没有了 你摸不出来的 这种人实际上都 懂得很苦 最后 穿身冷完 膝盖头最后还暖的 我鬼到中 地狱到一下下酒的 这个史丹摩尼夫 我们这个老师啊 这个本师 他就没知道的 那个时候拿什么口水事念 什么他就没知道 可是真实的 好 这样叫做地水火风 多三光 就封密了 试过去了 诶 你注意啊 人 就是讲经常的 我们要讲狗就没有死的 马女怎么死的 瞎子怎么死都没有讲啊 那都有啊 复修里头都有啊 你要去找啊 所以人家讲复修 好入烟海啊 太渊博了 好入烟海 那么渊博 那么高深 这四个字也害死大家 因为烟一样 看不清楚海一样 我何必去游泳呢 何必去烟里头端呢 所以像你们一样 不读书 何必 就是那个样子啊 蛮好何必念着呢 好入烟海怎么办 烟是看不清的 海是那么深 就没去游泳啊 诶 真正要死亡 经常的 最后那一伤 那是无比的快乐 可是最后一刹那 这么淡子一身 什么叫刹那 刹那是腹筋的话 再往过来 这么淡子一身 六十个刹那 刹那多快啊 所以你就到完全 离开这个肉体四大风扇的时候 就说很舒服的时候 已经很美了 没有 不知道 那个真死亡了 大开 这个死亡 该断 真够 二三四个钟头 让我们仰师将 这个战斗的啊 没有标准 出来 梦阳神过来 普通叫灵魂 这个不是鬼哦 这个我们普通 腹策没有叫灵魂 这叫中右生开始了 也叫中阴生 就是说这个身体死亡了 另一个身体 生命还没有配合拢来 这个该断 中阶存在该断 叫做中右 也叫中阴 这个时候自己好像 一个人睡眠 睡过去 忽然醒来以后 我好像死了 可是看自己尸体 看不到的 中国人两只老话 身不认魂 你活到自己这个灵魂 你也不知道 假设活到 能够知道自己的灵魂 虽然没有成父 成道也差不多了 有点基础了 你们好好打住 我慢慢认得吧 还不知道呢 这个 可是中阴生 一转转来 那一刷那 有强烈的光明 这是一个口水的道理 生命的 为什么 那个光明 不是太阳光 也不是月亮光 也不是电法的光 强烈的光明 除了真的 平常打住 得定 自己在 圣光中 看清楚了 那个时候 一定这个光当中 这个生死不来了 就成长假了 在这个世界 所以 你平常这个光 自己圣光都认不得 你到 那个时候 中阴生灵魂正开 那个光一来 也有时候把你自己的灵魂 灵魂也散开了 散开了 又 热气巴椒来了 这是个口水哦 那是真的哦 所以你真的得定 是才把定打到 某一个正感 是一片正在 圣光之中 不是有像的光哦 也并不是无像的光哦 那你守到一个有像的光 也不是无像 这个在讨论 所以这个光一来 中阴生一生过来以后 这个光一过来以后 意思了 就没有了 好 前面出现的是什么 你这一辈子的 说做的任何一点事 大事 大事 小事 一幕一幕电影一样 很快很快都出来 不止你这一辈子 前辈子 大前辈子 前前辈子 多少辈子 所有的好坏事情 影子一样 片段的都套过来了 影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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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四句话 史蒋梅尔夫 重视真白节啊 宿主念不忘 影子一样 灰虐室 鼓道 欢字寿 重视真白节 宿主的念 不会往 往就是不会没有 因为惠女是古宝 凡之手 所以每一个生命转过来 为什么这个人寿命要强短 相貌要好看不好看 焦虑要好不好 有些很穷 有些很得意 有些不得意 为什么都是 这复法的道理建立着三十因果六道轮回 假设复法对因果轮回的道理都没有搞清楚 你是白学复了 所以我们小的有一位老法师 现在我不讲他名字 他当年也做过 学问也好 一个大方奖 他让他告诉我 他讲了三句话 我排长大 我是真讲得好 他是大法师哦 他说我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 居士怕英国 这修复的哪怕英国 他英国怕火上 他火上呢怕居士 这个轮回 三角的轮回 虽然这个笑话 修复 把三十因果流到轮回 这个道理没有搞清楚 你是白说了 大小人的大小人的伏法 一切收拾的法门 基本都建立在这个上面 其实 因果定律 就在自然 无理口学里头 也是 公定 承认 至于生命定律里头 通通是因果的道理 我们 我们郭老板 高松 到时间来 很熟悉 现在有个因果很重要 有点神词啊 这个因果最重要了 欢迎订阅 X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